我們今天主題是空難的倖存者 這個靖雅難得邀請到 因為並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能夠這個威威道出 當時空難的狀況 因為嚇壞了 那可是留下他的一些記憶 其實是有幫助的 比方說當時空難的 這個要失事之前的狀況 那麼在這個空難的整個過程中 他到底想看到了什麼 另外就是這個直到墜機之後 那搶救的過程 還有他整個心理 要如何的重建復原的過程 其實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非常高興 也非常這個靖雅這樣勇敢的站出來 感謝你 好 那麼我想大家對於二零一五年 的這個復興航空的空難 大家應該是都還有印象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先請教一下 玉峰跟大家講述這一段這個新聞 好那過去那個幾年了 其實復興航空常常發生一些意外 但是這一件是發生在臺北 發生在臺北那個時候 我還記得二零一五年二月初那個時候 我那天是休假 那其實我已經當媒體的小組官了 我平常是不用出門的 我那天休假 然後我穿了一雙全白的 Hyperdunk的一個限定款 然後準備去中研院打籃球 結果騎著摩托騎騎騎騎騎騎 就聽到同事來回報 叫我聽一下無線電 那我聽無線電就聽到說 有飛機掉到河裡 那當下我第一個時間想到的是 因為有一些人會玩那種滑翔翼 或是那種無人的小飛機 我想說你們先看一下 如果是沒有人受傷的話 那就派SNG車去現場就好 後來呢我在騎車過程 那個手機就一直想 一直想一直想 他說有人 飛機上有人 要趕快趕滿現場 那當時候我想到的有人 還以為是會不會是那種小型的飛機 其實新北市金山萬里那邊 很多人在開那種玩那種小飛機 自己買了一個小直升機 就雙人坐的 可能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 因為有松山機場這個航線 怎麼可能開到那邊去 那我那時候其實一左轉 就進到了失事的現場 我就從水門進去 因為我那個地方太熟了 我要往中研院 其實還沒到的時候 我左轉就是進到了這個水門 我看到的時候我真的嚇傻了 那個基隆河不大 這麼大的寬的一個河道裡面 然後插了一台飛機 然後飛機是V字型的 就是中間已經凹下去了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旁邊還有人在運動 大家都嚇傻了 然後包括一些乘客 慢慢地從水裡面出來 那有一部分我們看到的時候 他是站在記憶上面 可是在當下 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其實包括機組員 然後包括乘客 應該是五十八個人 最後往生了四十三個人 所以只有十五個人 是幸運生存下來 在當下 其實你很多的救難機具 已經慢慢地從水門外面進來了 好 更大型的是進不來 因為水門它有一個高度 跟一個寬度 那當時候 其實我覺得第一次感受到就是 我們臺北市 加上新北市 我們的救援的能量是最強的 最強的都是在雙北 可是大家會有點手足無措 因為不知道 這個商用科技裡面到底有多少 然後你機具要掉嗎 哇 如果掉下來裡面有人是受傷的話 那你的一些狀況怎麼辦 然後呢其實海上 就是河面上面已經有快艇了 那快艇要過去嗎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 大概那個半個小時 大家真的是 你會知道說呢 人真的是很渺小 救援其實是沒那麼容易 因為事情發生的非常的意外 那我們如果這個在回想這個畫面 大家應該就記憶深刻了 這個就是那一架即將失事的 這個復興的飛機 那它下來的時候 這邊我記得應該是台北市南港 對 在南港 然後這是環東大道 環東大道 那剛好有一輛計程車 這個機翼啊 有去撞到這一輛計程車 對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再把它看 它比較連續的畫面 其實是這樣 在還沒有撞到計程車之前 它其實已經偏成這樣 對 那這是後來它撞到計程車 然後又去撞 好像有撞到護欄是不是 有 銷過去的 銷過去了 銷過去 這是廢機 然後後來就掉下去了 好 那這個新聞 其實是世界性的新聞 在臺灣當然是頭條新聞 這個鏡子後來被銷到 如果你拍畫後面 其實你會看不出來 有什麼受傷 事實上前面被記憶銷到 其實也這個當同全毀了 那等一下這個司機的狀況 我們再來跟大家追蹤 那現在這個有一個 這個博物館 據說這輛計程車還被放在博物館裡面 這是哪裡的博物館 在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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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航空二三五號搬機 這個空難飛機的左翼所插撞的計程車 這個計程車留在這邊 所有的事情都提醒我們 歷史可以原諒他不能忘記 是 那這個 所以空難我們希望不要再發生 可是我們得了解到底當時的情況如何 我先請教一下靖雅 就是你到從2015年2月4號發生事情之後 到多久之後才有辦法這樣侃侃而來的 其實我一直從事情發生之後 這一些 這件事情都一直重複的 每天在我的腦海裡面一直不斷的上演 盤旋 對 揮之不去 對 醒著也在演 睡著的時候也在演 對 就是所以那時候才會覺得 為什麼要活著 因為你就醒著你還是這樣 然後睡著你還是一直冒到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沒有辦法開口對別人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 甚至是我家人 我沒有辦法 我只要一開口講 我就會眼睛就會泛淚 然後我就會不斷的掉眼淚 然後就是講不下去這樣 那其實大家也都盡量必談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現在後來想想 他們去必談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也不是很好 對 就大家好像當作我沒有事 我很正常這樣 對 那直到有一次就是 我們必談 有時候通常就是希望不要勾起你 要保護你 對 可是老師 我們不曉得心裡在想什麼 我們到底要不要講 而且我本來就不是一個 很會講自己心裡事的人 然後所以又碰到這件事情 我變成更封閉自己 對 什麼事情都自己在那邊想一想 然後自己在那邊糾結這樣 是 對 然後等到最後是 外面的人還是會問我說 你是不是就是當初那個黃靖雅 只要有人這樣問我 我就會倒退三步 然後想說我身份要被揭發了這樣 然後我甚至想去改名字 我想說我要徹底的掩埋過去 然後讓大家不知道我就是黃靖雅 因為其實我沒有什麼外傷 然後看起來也很像正常人 然後我如果把名字也改了 那就真的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對 當初有這個想法 對 他外表看起來沒什麼外傷 可是他內傷很嚴重 那個內傷包括身體的內傷 還有最特別是精神上的內傷 可以用一種很具體形容 就是我在如果是這樣透視的話 我大概這邊都是黑洞 整個戲面都是空掉了 對 黑黑的空空的這樣 就是被關在一個房間 然後沒有門的房間 我那時候覺得 那時候感覺就是這樣 是 這個我簡單複視一下 就是說二零一五年的二月四號 早上十點大概五十六分左右 這家附近航空從松山飛金門 那麼他是右引擎順將故障 可是呢 駕駛誤闖 誤關了唯一正常的左引擎 照理說是右引擎 他給我他關掉的左引擎 所以兩顆引擎就不能動了 對 那就失去動力 最後是衝入了基隆河的南港段 那這是ATR七十二六百型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